国旗是国家的标志 象征着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我面前的这面五星红旗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它的边角略有些残破 您别瞧它残破 它可是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 1949年10月1日 毛泽东主席亲自将这面五星红旗高高升起 它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那么您知道新中国的国旗 为什么是五星红旗呢 关于五星红旗的诞生 还有一些有趣的历史故事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 随着天安门广场上激昂的 义勇军进行曲的响起 毛泽东主席暗动电钮 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 缓缓升起 当乐曲奏完时 五星红旗升到了22.5米高的旗杆顶端 随风飘扬 这时许多工作人员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因为五星红旗从设计到成型 再到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 整个过程十分不易 1949年6月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 筹备会下属的第六小组 专门负责新中国国旗的设计 组长由中国民主促进会代表马旭伦担任 组员包括田汉 马银出 郭沫若等人 1949年6月 第六小组在人民日报 解放日报等媒体上 公开发布争稿启示 希望广大人民都能够积极参与国旗的设计 这份争稿启示 刚一发出 就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应征者遍及海内外 包括社会各个阶层 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 第六小组就收到了将近三千多幅设计图稿 设计图稿征集回来了 可要在这近三千幅的国旗图案中选出让大家都满意的国旗图案 却成了一件让人头疼的事 周恩来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 与第六小组的人商量了好几次 最后决定 还是先按照原先征稿启示中的要求来甄选设计图案 那就是国旗要有中国特色 要庄严简洁 外形为长方形 色彩要以红色为主 经过反复认真的评选 第六小组成员从征集上来的近三千幅国旗设计图稿中 选出了比较好的三十八幅 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 一九四九年九月 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 政协代表们对这些国旗设计图案进行了认真讨论 大家各书几件 争论得非常激烈 讨论的结果 大部分人都选中了得票较多的 负字第三号和负字第四号的国旗设计图案 它们都有红笔黄条和五角星等设计元素 代表们认为 红色象征革命 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 黄条象征黄河 编号为负字第三号和负字第四号的国旗设计图案 被大多数人认可 因为大家觉得 这两幅设计图稿既有中国特色又简洁庄严 而且以红色为主 符合之前定下来的国旗设计原则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样的国旗图案 甚至有人把反对意见呢 直接反映到了毛泽东主席那里 提反对意见的是特邀代表张志忠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 毛泽东和朱德宴请成前张志忠 副作义等26名国民党军起义将领 宴会气氛非常好 张志忠决定把自己对国旗图稿的想法 向毛泽东提出来 他挨着毛泽东主席坐下后就问 主席你同意那两种国旗设计图案吗 毛泽东说我同意 你的意见呢 张志忠说 我反对这个代表黄河的横杠 红色国旗代表着国家和革命 中间有这一杠不就变成分裂国家 分裂革命了吗 毛泽东听张志忠这样讲感到很意外 他说 你的意见倒是个问题 我在约大家来研究研究 你看行吗 就在这个时候 大家注意到一份编号为 复制第32号的图案 这个图案以红色为笔色 上有一颗大五角星 星中有镰刀斧头图案 大五角星周围有四颗小五角星 这个图案立即引起了第六小组成员和评选专家们的注意 在经过讨论和商议后 第六小组决定送给有关领导人审判 周恩来看后立即表示 这个图案好 他说 我觉得这个设计很好 寓意鲜明深刻 红旗象征着无数革命先烈 用鲜血染红的大地 一颗大的五角星和四颗小五角星 象征着中国各民族人民 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 但周恩来并没有很武断地表态 而是用征询的口气 问第六小组的组长马旭伦和其他组员 你们觉得这个设计方案怎么样 很多人都一致认为 负字第32号设计图稿 以此前挑出来的带有黄条的国旗设计图稿 寓意更加深刻 也美观大方 这幅设计图随即被送到毛泽东主席那里 他看后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负字第32号图案的设计者 是在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工作的曾连松 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 在五角形里面画了镰刀斧头 经过第六小组专家审庭以后 决定把五角形里面的镰刀斧头去了 这是因为呢 如果这个图案公布出去以后 和苏联的国旗就相冲突 并且呢 把这个图案的说明呢 进了程度的修改 修改以后的这个国旗的图案呢 内容更加丰富 构思非常的巧妙 而且很整洁 表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国人民的大团结 1949年9月25日 离开国大典还有五天时间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封则园 召集有关国企等问题的协商座谈会 会上他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 指着负字第32号图问大家 这个怎样 大多数的人都觉得 这个设计图案很好 可是也有人提出意义 那就是四颗小星代表工人阶级 农民阶级 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可是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 没有后面两个阶级了 国旗不是要改吗 毛泽东敏捷地回答 把国旗的说明改一改 不就好了吗 不提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 只提五颗星的相互关系 他说 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 现在要大团结 将来也要大团结 因此现在也好 将来也好 又是团结又是革命 听了这话 大家都纷纷鼓掌 表示赞同 9月27日下午 正写第一届全体会议 通过关于国旗的决议案 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为五星红旗 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 由于国旗要在开国大典上使用 有关方面紧急联系缝制单位 制作了一面特大号的国旗 这面国旗用五幅红筹子拼接而成 五颗黄星是用黄段子做的 旗面长460厘米 宽338厘米 共和国旗的决定 1949年10月1日下午30 首都北京三十万军民 齐集天安门广场 隆重举行开国大典 毛泽东在天安门长楼上 开动电脑 启动电动升旗装置 象征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在广场中央旗杆上 冉冉升旗 开国大典之后 这面五星红旗又在天安门前 飘扬了一年多时间 到1951年 北京市人民政府决定 将它交给当时的 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也就是现在的 中国国家博物馆 永久收藏 1994年 77岁高龄的 国旗图案设计者 曾连松 将自己珍藏了 多年的这份 五星红旗设计原稿 捐赠给 现在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这份原稿 用红黄两色 蜡光纸 剪贴而成 由于保存时间长 已经有些磨损 但图案仍然完整 它成为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重要藏品 建国前夕 经济混乱 货币统一 迫在眉睫 票面设计 一波三折 是什么图案设计 遭到了毛泽东的 强烈反对 下期国宝档案 为您讲述 第一套人民币 诞生的故事